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刚才我们听到林总经理所谈到的部分 对观光业的冲击 其实那个我们的类别不一样 所以一律休没有规范到这样子 没有思考这么多 所以造成刚刚我们林总经理所讲到 碰到的这些问题 那就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其实很多他的最重要 不希望劳工超时 能够照顾劳工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说 很多的行业别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教一下林总经理 是当然所以说我刚刚有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服务业的特质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掌控游客 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说 今天到底来客量有多少 所以我们每次一开门 我们就是必须要有充足的服务人员在现场 所以说现在目前一律一休之后 我们变成说 员工一定要在一个礼拜要排班 虽然说现在目前我们有两周变形工时 甚至四周变形工时 可是我们运用起来 坦白讲 我们的弹性还是不足 我们希望的并不是说要求 废除一粒一休不是 我们是希望争取的是说 能不能在特殊的行业别 甚至是我们的服务业 能够修一个专属服务业的劳基法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法则能够遵守 而不是硬要用一个工厂法去修改的劳基法 要框架在我们这个服务业上面 我想这是相当不合适的 以前我们都知道像我们餐饮业 我们只有分中餐跟晚餐两个班别 那我们的员工都会想说 我今天如果晚上有事情 那我中餐我来上班 晚上我可以去休假 这是算半天 从以前我们有不成功的规定 甚至我们这些服务业的老板跟员工 因为我们都是长期一起在打拼的伙伴 我们彼此之间就有默契存在 这些都是允许的 那包括说他的家里面有出事情 像比如说有家 家庭是职业妇女 带小孩的家里的小孩突然发生要发烧 要看医生 那他要提前两个小时走三个小时走 那我们以前可能就是登记一下说 你跟那个人资部登记一下说 那我是不是提前走 那你只要在适当的时候 我愿意把这个时数再补回来 我想这个经过劳资协调之后 两边同意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落实 这样去做 对劳房也好 对公司也好 可是现在目前就是一例休之后 他已经明文规定说 没有所谓的半天假 你要休假就休一天 就是一天 那突然有人发生 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事情的 我想要休假了 对不起那你只能请试假 那你请试假的时候 所以又产生一个问题了 第一个可能你的全勤奖金会被扣除 第二个你可能你的绩效也会被扣除 所以对员工来讲 他们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以前我排班可以自由的 想要我跟同事之间桥定好 今天我休假明明你休假 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桥定好 大家相安无事 可是现在变得比较比较死 没办法去谈心力运用 第二个因为在一个排班制度底下的时候 员工想要休长假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因为他们立假跟休假 他们必须在每个礼拜排定之后 我们因为公司也是怕说违法 然后也不想说因为违法之后 被劳减然后被罚钱 所以我们也规定员工说你这个休假一定要怎么排怎么排怎么排 我们的人资部每天都盯着员工说你要怎么排班 然后你要怎么休假才不会违法 但是有些员工他想要休长假 我想要积架 然后去出国的 甚至想要回乡的 尤其对一些我们南投的观光业 他在偏远地区 我们的员工以前在山上 搞不好我 我待在山上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后面两个礼拜我可能可以休个七八天 积架回家或者是出国去玩 现在目前看起来以这三个月要执行起来这个排班 要让他休长假的机会是比较困扰的 是比较困扰的 所以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民怨跟我们的员工的可能反弹 就是因为这个法条下去会绑死一些制度 那因为我也有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各国的劳击法 其实目前我们现在目前定定的这个一例一休这个劳击法 已经算是全世界唯一独一最严格 最严厉限制这个休假了 但是呢其实我当然知道 这个执政者在立法利益良好想要让劳工多收入 让劳工能够多休假 可是看起来 因为我也有参考过其他的那些公使 看起来南韩跟新加坡的公使比我们高 他们收入比我们高 日本的情况比较好 但是日本 目前2017年2月14号他宣布 他打算改变劳工的加班时间 他想把现行45小时调长了60小时 而且他要写到说 他要2019年劳资双方协调达成共事之后 他才会执行而且他是写说 加班时数多少时间是一回事 但是弹性才更为重要 我想一个国家要对外有竞争力 不是只有我们岛内的竞争而已 我们台湾是一个贸易国家 我们没有什么资源 我们必须要更有弹性才能面对 世界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厂商要跟我们竞争 我想如果能够更有弹性的让业者去发挥 像美国他们的制度 他们只规定说每周几小时 半年不得超过几小时 一年不能超过几小时 其他回归给劳资去协调 因为如果你资方 你一直不愿意给福利 你资方一直扣扣劳工的话 我想劳工他会自己选择他自己的资产 所以其实林总监 您觉得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一粒一休里面 是把它定得太细 管得太绑得太死的 连资方跟劳方怎么去协调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了就一粒一休 他整个实施之后 他的优缺点在政府认为说 一粒一休定下去后 他可以在需要休息日加班的人员 可以加薪 可以真正保障到劳工的一个 一个不超时的一个时间 第二个 再因为这样的一个控制 能够增加就业人力的需求 这是他们讲的优点 那事实上我们反过来看到的 缺点又是什么 部分劳工薪水不增反减 因为以后来想要加班 那没办法加班嘛 老板就没法加班了 所以那有可能钱还是水不过嘛 物价上涨 为涨薪资 反而受其害 这也是一粒一休来的 第三个 企业获利下降 甚至企业干脆我出走了 我关门了 我不要了 不跟你玩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这一点我想请教 这整个优契点请教处长 您的看法又怎么样 谢谢主持人 当然这个立法的原意一定是良善的 就是从以前的每两周四十二小时 最早我们是四十四小时 然后一直减到 就是要严格执行每周四十小时 而且周休二日 那其实去年已经自行一年了 一年台湾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企业 已经都是周休二日 那这一次为了推广更全面 所以才有推动这个修法 而且也要把这个国定假日 立假日这个十九天 劳工是十九天 缩短为十二天 跟一般的公价国家的假日 让他一样都是十二天 所以才有这一次的修法 那本来是 就是劳工本来是 一周是四十二小时 那减少两个小时之后 就换算到这七天 所以把那七天砍掉 所以这次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 大概也是跟这个很有关系 那当然就刚刚您董事长讲的 虽然餐饮业旅宿业的 它其实是可以适用四周的弹性公尺 四周弹性公尺的话 这个我们也有一个表 当然这个表现在电视上可能看不太清楚 不过叫做弹性公尺 就表示可以让你来计价 可是因为他又把表格定了 已经定死了 所以表面上是弹性 可是在实际的运用就如林董所讲的 确实执行上还是不太好用 要很费神 因为台湾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小企业 尤其是三十人以下的企业又特别的多 那一般这种微小型的企业 可以说都没有人事 人力资源部门的专责人员 大部分都是头家牛 或是总务 会计 兼办 所以说经过这么一套这么复杂的制度 要落实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不止加班的问题 包括特休的安排问题 包括如果像林董他们这种餐饮旅宿业的 又有弹性公尺的问题 那可以说如果没有专责的人力资源的一个专职人员 要处理这一套确实非常不容易 而况最近又把特休又由劳工来做决定 那劳工随时他都可以提出他要休息或是不休息 到年底他也可以选择休息 要休假或是要折工资领现金 所以说整个来讲 对公司经营者来讲 确实人力资源的相关工作就变成非常的重 那不是以前的兼职跟老板娘行刷做 这样也这样做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尤其是微小型跟小型企业 真的影响蛮重大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优缺点 我们看下来 又真的我们中央政府应该去重视这个区块 应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赖源就您看法您觉得说 这样一个优缺点我们看到了 这优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少部分就是劳工的不超时 或者说真正规定下来照顾劳工 好像是打造的效果 事实上劳工不领情 很多是不领情的 那资方要增加支出 然后没有要谈性的调整他们的工作 然后造成他们的生产力下降 那工厂不想做了 我休息了 以后我想想对整个经济 对整个台湾的一个来北京 来北京失去工作机会更多 那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的一个经济是不是也会下降 您的看法 应该这么讲 这个一粒一休是利益良善 但是我们的一粒一休 就像我们林总经理所谈的 我们的这个法令是缺乏弹性的 没有弹性的空间 让我们的资方劳房 没有一个转环的一个余地 那为什么过去的周休 二日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那在现在的一粒一休 反而好像绑手绑脚爱手爱脚的 我刚才谈到远见杂志今天的民调 针对一粒一休 24.4%的民众薪水是缩紧的 而且这个区域在哪里最严重 就是在我们中张头 我们中张头又是中小企业最多 那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现在政府应该要让我们的 自由经济市场来取决 让我们的投资者的意愿 才不会惶恐 能够愿意去投资 那现在好像政府是走回回头路 走我们的社会主义路线 那社会主义路线就是 法令的严苛执行 让我们的资方企业没办法去动弹 尤其是刚刚林总经理有谈到 我们现在目前的产业别有很多 我们的公司企业别也有很多 我们的城乡别差距这么大 尤其是像我淑会议员坐我旁边 他的城乡别在水里 水里很多都是我们的农工嘛 那农工是现在要刮地方的时候 你跟他说7天要休息一天 这个时候地方就要刮你说 怎么休息要怎么办 那我们的服务业又像我们林总经理 很多是服务业时间是可以弹性调动的 所以这个法令一规定下去呢 让我们没有弹性的空间 让我们的这个低工资 长工时没有改善 反而是增加更大的一个困扰 让我们的资方呢 成本还要支出三成的一个费用 让我们的劳方呢 看得到吃不得到 没法贪过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美意呢 完全是被打折了 在这33年的劳基法的修令 我发现到 我早上很认真看法条 我们这33年当中我们政府就有做到 退休准备金的一个修改法令 我们的退休金提拨金的一个修改 还有我们的之前的费用标准的一个算计 所以在这33年当中 我们的母法并没有修很大的一个幅度 反而这一次的一例一休里面 在很多的行业别里面 规范的太过严谨 没有一个松绑的一个弹性空间 让我们的资方企业 还有我们的劳房 大家都是 惊着这样 没法出卡手 我觉得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说 我们的资方生产出来的东西 没办法销售出去 没办法销售出去的话就是自销 自销以后呢就倒电 倒电以后呢 那就没有经济的一个效益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劳工要加班 没办法加班 资方不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加班费 所以就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让我们的经济在短期间可能没办法起来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川普 美国的川普自由经济市场的取决 让很多的企业家愿意去那边投注 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再省事一下 我们的一利一休的冲击 对我们的资方 劳方 包括我们的消费者 物价一直在上涨 实在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三输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政府要怎么去调整 现在是一个辅导期 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要听基层的声音 赶快做一个适当的调试 我们法令该我们的这个韩世文 该有松节的一个空间 应该要给它有一个空间去转环 而不要把它定的实实的 包括我们的劳减 一天到晚就是劳减 劳减造成我们劳方资方 很大的困扰 我一直在常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再这样搞下去 可能台湾就乱七八糟了 我觉得政策的一个完善 应该要周全再推出来 是 非常感谢我们的拉议员 所提出来的看法 今天我们请一下陈远 您的就是站在您的角度 您认为说像这样子一例一休 值得优缺点您的看法 自从开始推这个一例一休 我就常常一直在反应 就是说即使是劳资方 双方只要协调好 这样就好了 因为生产的公司制造业 类别都不一样 那像餐饮业 刚刚我们的林总经理 他要很多了 那一些工业的 或者是说比较属于 种机械的这些 订单有我就加班 没订单我不用加班 所以从中央一直说 在推动以利益休之后 老公得到的是什么 他们不觉得他们真的得到 周休二日完全没有 而且钱又领得越少 那固执的方面 像我们的顾住他们 他们不认同的理由就是说 休息日上班 他们又要增加加班会用 那这样政府听到这么多的声音 还在这个以利益休的 这个检讨会议当中 都不来作为一个修正 一意孤行 他们有年要这样就是要这样 是怎么同意是 他们要拿出以利益休 其实他们就是说 说好听就是要照顾 其实是要保险 保险保险 结果保险到后面 是完全都抵不住 他们所谓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 在一利益休的部分法条里面 制度上都要重新来做一个检讨 是 谢谢 感谢陈议员 从一利益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机会在哪里 可以看到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造成台湾的经济遭受到威胁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继续来探讨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